中国预言 陈耀南主持 钟伟明朗众 焦陆池编剧 张婉容编导 黄发之监制 我们这个中国预言节目 是选取一些中国著名的预言 除了将袁文朗众之外 并且以戏剧形式演绎出来 同时更请到陈耀南博士 分析他的哲理 今天所选的预言 是出自庄子的 子庆朔具 同时出自 月薇草堂笔记的 河宗石秀 子庆朔具 子庆朔具 子庆朔木违据 据成 见者 精有鬼神 老后 见仪问言 若 子何述 以为言 对约 对约神功人 何述之有 虽然 有一言 神将违据 未尝敢以号弃也 必债以静心 债三日 以不敢怀 兴想着陆 债五日 不敢怀 非遇考绝 债七日 接言忘误 有四知 仍看也 当事是也 无功朝 其巧 尊而外滑消 然后入山林 观天圣 仍拘置 以 然后成宴具 然后家首宴 不言 则意 启品大王 大王命神 铸俗的中古乐器 已经做好了 请大王过目 好 这套中古乐器 做得非常精美 寡人好满意 多谢大王夸掌 这套这么原备的中古乐器 一定要用一个精美的木架挂起它 才是某单绿叶 尚得逆章 回大王 微臣已经请了我们老国最著名的木匠 庆师傅 制造一个锯 很厉害 庆师傅的手艺 的确下以辞命 你叫他尽快做好这个锯 下个月初 齐国有侍臣来收庭 到时 寡人要用这套乐器来招待来世 大王 下个月初 庆师傅未必能够完成这个锯 那你催他快做就行了 大王 庆师傅是一个非常讲究原则的人 如果破坏原则 他宁愿不做的 如果大王一定要用这套乐器的 就请另外一位木匠来做 庆师傅的手艺出名精巧 寡人对他非常有信心 这套乐器又这么完善 嗯 好了 你就叫庆师傅做句 微臣遵旨 嗯 庆师傅 你做这个锯 的确做得非常精巧 可以称得上是鬼苦神功 啊 是啊 你究竟用什么特别的方法来做的呢 大王 在下不过是一个工人 哪里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呢 如果说有方法的 可能就是在下的一些体会 嗯 你可不可以将你的体会 讲给寡人听 当然可以 如果在下要做一个句的时候 一定集中精神 首先齋戒三日 哦 什么做句 要齋戒的吗 不是 在下之所以齋戒 不过想清心寡欲 秉随喜桑 赏佛 观着 利禄的责念 嗯 那么然后呢 然后就齋戒五日 抛弃非耳 赞瑜 取考 防绝的心理 那么跟着你就开始做句了 是吗 还没 跟着在下 再齋戒七日 令到自己的心神 完全安静下来 哦 甚至连自己的驱体 手脚都完全忘记了 到这个时候 在下就进入山林 挑选适合的木料 然后设计具的形式 设计好之后 才开始工作 如果设计得不合理想 就停工不做 哦 当你工作的时候 又是怎样的呢 当在下工作的时候 完全没想到 这个具 是为朝廷而做 哦 不祈求赏词 也不害怕懲罚 只是专心专意 地发挥全部的技巧 去做好个具 这个是木杖的故事 又很有意思 初听似乎言之又言 但其实是很对的 我们以前讲过一个类似故事 所谓用智不分 乃迎于神 都是等于那些人 无论什么技巧 技巧都疑似 好像说那些人 用弃弓去打断石头 事先都是要集中意志 然后呢 是很准确地 作出他那个 决定性的一击 或者那些日本式的决斗 斗剑都是这样 不是说大家花拳兽腿 没有轮剑 而是双方好像 静气形神 厚乎到准 然后呢 真的三招两拭 就胜负立分 我听见一个朋友 一个大书法家来的 他那些字写得非常好 他前段时间搬屋 大屋搬小屋 由闊屋搬窄屋 搬了以后呢 就很猛烈 心神很不灵 又觉得自己写的字 都没有教时那么好 何故呢 就因为呢 没有法只用精神集中 为什么呢 地方小 他又没有一个 写字的 专用的书房 于是呢 每逢兴到要写字 就是呢 就要在另外一个地方呢 搬些这样的纸笔墨 磨墨 搞这些搞露 天热又可能 又要开冷气又行 又行 搞到心神很不灵 或者有时日头 家人多 人来人往又不行 于是呢 心神一不灵呢 就影响那个 艺术效果 那这个呢 其实都是一种 甘苦之言 我估当一个艺术家 创作之时呢 他都是希望呢 集中的精神 不要分心 所以以前 宋代有个诗人 这个呢 陈思道 陈无己 闭门密告陈无己 据说他这个作诗之时呢 他的家人呢 就很通气的 将那些鸡呀狗呀 弄走 让他们不要吵吵吵 那小孩怎么搞呢 那小孩就 搭几个地铁呢 拿到亲戚朋友的家 放下他 然后等这个 陈先生呢 关门睡一大觉 一醒呢 神清气爽 一片凌静 那就作诗 那就作成这样 那这个条件呢 真是难以配合了 除非有些 那么合作的家人 那不过呢 又可以给我们见到呢 无论一种技术 或者一种 星华道一种艺术 那个 排除雜念 尽量避免外面的干扰呢 都是很需要 当然 也有一些天分很高 有训练有数的人呢 可以很 纷纷杂杂的环境都写得到的 譬如 很多新闻工作者 那些 作家那些 那些 写很多专栏的 往往有时 在一个排字房书 都可以写得到 有些人甚至说 一路打麻将 一路可以写稿的 那这些 不是个个能够如此 一般来说 心不能易用 都是排除雜念 会比较好些 河中石秀 河中石秀 山门匹于河 二石秀并沉宴 月十如岁 曾无今重修 求二石秀于水中 竟不可得 以为信留下矣 道素小舟 易铁爬沉拾如理 无职 一港学家切障自中 文之少弱 以背不能够物理 是非目始 岂能为暴障愧之去 乃石性坚重 河中石秀并河 申于沙上 漸沉漸渗心耳 愿何求知 不亦颠覆 重复惟国论 一路河兵民之 又笑蕴 凡何宗石石 当求知于上流 蓋石性坚重,沙性松浮 水不能冲石,其反击之力 必于石下形,水处热沙为坎月 漸击漸心,置石之伴 石必倒窄坎月中 如是再热,石又再转 转转不矣,谁反掃流亦上矣 求之下流,故颠 求之地中,不更颠覆 如其言,果得于掃利外 然则天下之事,但知其一 不知其意者多矣 可据利亦断语 大师 贵致的重修工程都算大功告成了 是啊,豆先生,全部工程已经完成了 那准备几时开光呢? 老纳打算,一找回门前那对石兽 将它们放在原来位置 就擇日开光 门前那对石兽? 是,我们这间纸本来就有几百年历史的 自从十几年前,河水泛滥成灾 很多电射都被洪水冲毁 而自门前那对石兽也被洪水冲去 五十几年历史上 五十几年来,自终增人 四出无法,重修妙遇 如今总算了却心愿 多蒙各位事主乐善豪斯造福山门 不过,大家都希望保持旧日的营贸 而那对石兽和弊子有同样的历史 所以一定要找回来 原来是这样的 大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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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 怎么样?找到没有? 大师,还没找到 我们顺留以下,找到很远的了 没理由还找不到 对石兽这么大这么重 照计就不会冲得很远的 我们已经照着大师的吩咐去做了 对了,我想请问你们 你们究竟用什么方法去打捞那对石兽? 哦,大师吩咐我们租了两只艇 扔铁扒到河底 顺着流水向下游洗去 如果石兽在这里 一定会卡住铁扒的 只要找到石兽的位置 然后找多些人去捞他上来 是啊,我们用这个方法 找了十天的了 对了,而且找到下游十几里的地方 嗯,按照计就没理由找不到 大师,这对石兽是佛门之物 我和老陈很努力去找的了 我这么说这十几里的河底 每一寸都爬过了 是啊 是啊,大师,我想请问你 这对石兽究竟有多大? 是啊,这对石兽是石像里 有四尺这么高的 那这对石兽真是很重的 是啊,每一只都是由整块大石造出来的 嗯,如今我知道 为什么你们找不到这对石兽 啊,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这对石兽这么重 洪水是冲他不走的 当他跌落河的时候 由于石质坚硬沉重 而河底的沙泥是松的 石兽因没于沙泥之中 越沉就越深 哦,那豆先生即是说 这对石兽一定是沉在附近的河底 啊,是,是,豆先生说得很有道理 啊,两位大哥 啊,大师 明天,你们就照豆先生的意思在附近找 啊,好啊,好啊,好啊 大师,你说怎么做就怎么做 嗯 哎,又找了几天了 都是找不到的 阿臣,别说我说了 河水是向下流的嘛 那些物件跌了在河里 当然被河水冲向下游 而且十几年那么久 又怎么会留在附近呢 哎呀,我们向下游找了那么久 又是找不到 哎呀,真是不知道要找到何时何日了 那就是了,那真是 喂,阿臣 老鹅 阿李呀 我见你们两个 天天在河里挖来挖去 究竟做什么呀 呢,大师叫我们找一对石兽啊 哦,就在十几年前 被洪水冲到河里那堆石像啊 哦 对了,就是那堆石像了 哎,我们照着大师的吩咐 顺流而下找了十几里 后来豆先生叫我们在附近找 又找了几天,又是找不到 哎呀,你们这样找法啊 找一世都找不到啦 哦,老王 喂,难道你知道怎么找法啊 我当然知道啊 喂,喂,老王 难道你还比大师和豆先生 哦,另一样东西就比他们 不过他们 不过对于这条河的东西 我都算无所不知的了 好,你试试说出来怎么找法啊 哎呀,说啊,说啊,说啊 哎呀,凡是石头沉了下河的呢 嗯,就要去上游吻啊 哎呀,什么啊,去上游吻啊 哎呀,分明是车大炮 是呀,难道河水会倒流呢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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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陈,阿力 你们听我说完先 哦,说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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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那堆石像那么重 嗯,当跌了河底那时候呢 河底的泥沙一定会很松的啊 嗯,嗯,嗯 那河水呢,冲不动那么重的石头的嘛 是啊,是啊,不过这样啊 它的反冲力啊 一定会在石头下面 营水的地方 将那些泥沙冲成一个坑 嗯 那越冲就越深 嗯 当冲走石头下半截的泥沙那时候 那时啊,石头就会倒转 跌在坑里 哦 那也就是说呢 石头向上移了一步 那,经过十几年的时间啊 石头不断地向上移 哦 你们说那对石兽 是不是会在河的上游啊 啊,是啊 啊,是啊 啊,听听老王这么说啊 好像有点理由啊 那当然有理由啊 老陈啊 啊 反正我们找来找去都找不到啊 不如去上游找一下啊 好啊,好啊 又尽管试试老王的说话 静不静啊 哈哈哈哈 啊,陈啊 想不到老王这么有见识 我们真的在上游找回一对石兽啊 是啊,是啊,老李啊 哈,我虽然是个粗人而已 不过由这件事看来呢 我又想到一些道理啊 哦,什么道理啊 喏,天下间这么多事 好多人呢 都只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的 嗯 就好像大师和豆先生那样啊 他们呢,都算是有学识之人 但是对于河中石头的知识呢 就不及得老王了 那就是了 老王在河边驻守兵营 已经几十年了 虽然他只不过是一名士兵 但是对于河水的一洞一静 一事一物 都是观察入眉的 这个河中石兽呢 就当然是 表示说奉仕那些不作深入的研究 调查 就夸夸其谈 以主观的愿望 主观的意志 代替了客观的事实 这个呢 当然很好 也可以响应 我们近代 现代 近几年 经常听见 实践是检验一个 一个道理的最好的标准 这个也是有道理的 当然呢 当初有些人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一个标准 我个人觉得这句话是要有些改正 因为如果叫做真理 根本就不用去检验 如果还要检验 最多是一个道理 但并不是真理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总之 无论如何 所谓的科学态度 科学步骤都是如此 先透过药干的实验 提出一个假设 一个假设 一个假设 或者一个假设 再经过药干的证明 正以为一个定理 一个定理 如果再经过很长久的考验 更多的实验 证明很多很多的例证 都证明它是对的 那就进入一个定律 但定律都不是真理的 定律不是说 一定是颠破不破的 我们常常见到 后出转积 以前的大学问家 提出一个定律 差不多 后人的实验方法更进步 或者搜集的例证更多 于是可能推翻某某定律 这些都是常见的 所以 所谓科学精神 最重要是实事求是 窮根究底 有一分证据 说一分的话 不说空话 不说没有根据的话 不以偏该传 不隐藏证据等等 我们时时 说现代人 尤其是中国人 唯一的出路就是所谓民主和科学 实际上所谓科学就是如此 当然我们看前几十年 有些人 动不动开口 埋口就科学 将科学代替上帝 以科学为神 不容辩论 就魯莽灭裂 当时人不了解的 一不抹杀 一振打死 就说他非科学不科学 其实这种态度 本身就是并不是科学的 所以最重要是謹慎地 全面观察 这个就已经是 我们今天的常识 问题就是要将这种态度 是贯彻在很多事情上面 所以 故事中的老河兵 代表一种经验 经验代表长久 不断的观察 原来 那些 在河雪跌到石 那石应该上了一点 当然我想未必会上得很紧要 总之一般常见以为是向下游 冲了下去 基本上石是重 根本冲不下去 水下去之后 有些反击之力 那些沙就松浮了 结果反而那些沙就移到下游 而那些石移到上游 而那些石移到上游 都不定 所以 那些人 在数理之外 找回那块石 这个是极好的 教训 所以他的结论 天下之事 但知其一 不知其二 就会很糟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常识 问题就是要时时记住这些常识 中国寓言 陈耀南主持 钟伟明朗众 招陆词編剧 张婉庸编导 王法之监制 香港电台教育组製作 演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